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川金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对记者说 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级民众的性命 首而有2800万人 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级民众丧生 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双方签署的一项协议比人们之前想得更了不起 也更全面 在回答有关金正恩使朝鲜民众食不果腹 他残忍对待国民的问题时 美国总统说 制裁非常重要 制裁将持续保留直到我们看到朝鲜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 直到拆除核武器真正开始的时候 川普有发表误导性言论的习惯 并且有打破常规的潜力 这让外界难以从语言表述上分析会谈结果中 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些会让川普和金正恩离各自的目标更近 哪些让他们离目标更远 下面对此次会谈的十大要点 以及他们的重要性进行简单分析 一 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几乎任何会谈 都会大幅降低意外或无意中引爆战争的风险 哪怕这些谈判目前尚在进行中 战争可能会造成成百上千万人丧生 对话这个简单的动作会改变朝鲜和美国的行为与看法 大大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 川普和金正恩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有礼节性的外交套话 但除此之外都是空谈 在对手之间 这种声明很常见 是为了让谈判继续下去的一种抵押方式 它不解决任何问题 但会让相关国家保持接触 三 随后 川普做出了一个让步 美国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 这个让步的重要意义是实实在在的 但容易被夸大 川普制定了一项被分析人士称作 冻结换冻结的政策 即美国冻结演习 朝鲜冻结武器试验 这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 为更有意义的让步创造空间 尽管并不是所有分析人士都支持这项政策 但这是一种主流观点 算不上激进 四 这项政策的影响本来不大 但现在要加个注解 韩国官员对川普承诺暂停 联合军演表示惊讶 这表明川普可能未得到韩国的同意 或提前告知 就代表韩国做出了这个让步 韩国领导人可能会放下面子 接受这个决定 但川普公开背弃美韩同盟的做法 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韩国不能总是指望美国 此事也给朝鲜提供了一个扩大华盛顿 与首尔之间的一切分歧的诱人前景 五 美国对此次会谈的安排 让金正恩得到了一些象征性的 但也颇有意义的让步 应朝鲜的要求 两国及其领导人被描述成平等的对话主体 金正恩从被国际社会唾弃 越身位与抄袭大国地位相当 此次会谈的隆重程度和礼节 有时接近皇室婚礼 因为合法性是金正恩在国内外最大的软肋之一 这种安排对他来说是一份大礼 六 美国做出这些让步的代价很小 但这种情况可能只会发生一次 美国从朝鲜得到的回报相对较少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失去了这次让朝鲜做出更有意义的让步的机会 比如部分裁军或侵入室核检查 七 此次会谈给其他敌对国家发出了重要的信号 金正恩似乎通过发展能够抵达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 迫使川普坐到了谈判桌前 但金正恩的人权记录 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恶劣的 似乎并不是问题 川普甚至暗示朝鲜可能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而几乎就在一年前 美国游客奥托瓦姆比尔去世 死因似乎是在被朝鲜关押期间受到言行拷打 八 如果这次会谈的重点是明显缩短世界 与解决朝鲜危机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朝鲜没有采取裁军措施 甚至没有发表相关言论 美国也没有做出具体的长期改变 冻结演习的决定轻而易举就能推翻 会谈远没有兑现川普所说的朝鲜无核化的宏伟承诺 但也没有发生分析人士所担心的 川普可能会彻底从韩国撤军 或炮空金正恩的一幕 九 川普在其他地方的外交政策行动 可能会制约他在朝鲜问题上的成果 尽管有持续的迹象表明伊朗遵守了协议 但美国仍将其撕毁 美国甚至还违反了与长期以来的盟友达成的协议 这些做法加深了外界对美国的怀疑 担心无法相信美国会达成军控协议 因此 不要指望谈判能产生很多可验证的实质性结果 十 但有必要重申第一点 几乎所有谈判都会明显降低战争的风险 即使他们抬高了金正恩的地位 并让他几乎没给出什么回报就得到了让步 这种效果只适用于谈判继续进行的条件下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三十的 但正如川普周二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 如果我必须说自己和金委员长一起坐在台上 而这会让我们挽救三千万甚至更多人的生命 我愿意坐在台上 我非常愿意来新加坡 虽然新加坡峰会的象征意义巨大 但新对话真能结束朝鲜长达七十年的孤立 改变朝鲜吗 首尔言是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社特洛在卫报撰文说 川普金正恩协议令韩国方面担忧 虽然有些朝鲜媒体说峰会是历史性的一天 开始了缓和的新时代 但这种缓和似乎对韩国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 金大中时代和卢武炫的峰会曾有过阳光政策 当时他们都去平壤见了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 随后许多韩国人在朝鲜投资 但是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因此社特勒说 现在很多韩国人采取观望态度 他说美朝峰会尽管吸引了世界媒体 但首尔的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他认为现在人们面对的仍然是自三月以来一直面对的问题 即朝鲜是否会以透明方式销毁核武器 并恪守承诺 如果是这样 又无时间表 核查如何进行 平壤是否会减少威胁东北亚邻国的导弹项目 金正恩的独裁政权是否会实行内部改革 改善人权记录 尽管川普和金正恩承诺要商讨细节问题 最终要结束东北亚的冷战 但是首尔言是大学政治学者汉斯社特勒认为 川普和金正恩签署的协议当中 对上述问题并没有详细规定 川普所做的巨大让步似乎是 至少在目前要终止美韩定期举行的联合军演 川普甚至附和朝鲜反对军演的立场 说军演十分具有调戏性 川普还对记者说 他的长期目标是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 把驻韩美军撤回美国 如果这意味着美国和韩国联盟被削弱 那么川普的立场就会引起首尔的担忧 韩国担心的是 朝鲜炫耀武力的目的并非出于自卫 而是要统一朝鲜半岛 摄特勒说 去年许多人对川普对朝鲜表示强硬称赞不已 但今年这些人开始担心 川普会把韩国拱手让给朝鲜 有读者在汉斯摄特勒文章后面做评论说 不要说什么韩国担忧 作者充其量只能说有部分韩国人担忧 《卫报》专栏作家乔纳森弗里德兰认为 美朝峰会前所未有的帮助了朝鲜独裁政权 这位著名记者显然认为 不应该把金正恩当作和美国总统一样的世界政治家 川普也不应该说朝鲜的独裁者很有才华 很热爱他的国家 他说川普没有谴责朝鲜政权的残暴 以及其恶劣的人权记录 新加坡的峰会让金正恩满赛而归 他得到了金家王朝数十年来都没有得到的国际合法性 不过这位一贯批评川普的专栏作者的评论 也引起一些读者的非议 一位读者说 这对《卫报》作者来说真是十分尴尬 按照他们的逻辑朝鲜半岛的和平 如果在川普的影响下获得 那肯定是不好的和平 《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提姆斯坦利指出 在川普努力下 新加坡峰会还能不失轻松幽默 这位地产商出身的美国总统 当着金正恩的面调侃朝鲜的房地产开发潜力 虽然不按常理出台的川普和独断专行的金正恩 举行峰会在许多评论家眼中是近乎疯狂之举 但是斯坦利认为虽然川普试图同朝鲜建立长久关系的手法非同寻常 但他未必不会取得成功 这是因为这次是朝鲜主动走到谈判桌前 是金正恩主动邀请川普 孤立的朝鲜迫切需要投资 朝鲜在核武器发展到一定程度 获得某些安全感后觉得能够同对手讨价还价 如果不是碰上川普这样的总统 通常这个过程需要经过漫长的谈判 都未必一定能有结果 这位在新加坡为《每日电讯报》报道的作者 在以下三方面对川普做出肯定 一是峰会让金正恩这位对外封闭的领导人曝光走向公开 融入地区政治 二是峰会对朝鲜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三是川普和金正恩互动 包括私人会谈本身的意义 有评论说金正恩不应该信任美国总统 因为他撕毁了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和环境协议 但是《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提姆斯坦利 认为那些协议并非由川普抵结 不被他视为己有 而朝鲜半岛和平的协议 相比之下 是他竞选总统之前就有的目标 加拿大G7峰会与青岛上河峰会几乎同时举行 不过两者的排场可说天差地别 有网友因此给出对比图 还标上七富国开雄会 八穷国开赴会字眼 引发热议 6月10号下午 有网友在推特上发出一张对比图 上半部是标志七个富国开雄会的G7峰会 下半部则是大排场 灯红酒绿 极尽奢华的上河峰会 据报道 今年上河峰会会场的双边会议室和多功能亭都采用了水晶吊顶 共有21万个水晶球 主会场的金属屋面上铺设了相当于10个篮球场大小的太阳能板 祝贺峰会开幕的灯光宴或艺术表演 据说耗资数十亿人民币 大陆独立评论员荣健指出 2016年开G20峰会 投资3000亿 豪华经验 全世界无出其有 2017年开金专会议 就开了一天 投资上千亿 全程借严 今年开上河会议 又是上千亿 搞当光秀 极尽奢卑 相比之下 西方G7会议真是破落穷酸 但爆发户和文明人之别 一幕了然 有网民感慨说 从对比图看出 这是价值观对抗 西方G7的节俭 东方上河的穷奢极尺 充分说明了 是老百姓的国家 还是权贵之国 上海市民汪先生说 两个会议的对比 就是专制和民主的区别 专制国家就是那 税人的钱可以胡乱花 因为他没有监督机制 民主国家有监督机制 有议会 国会 参众两院 作为一个当家人 不能胡乱花钱 否则要遭到弹劾 安徽民众肖先生说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是受到民众选出来的议会 国会的制约 虽然国家富有 实际上是他们的国民富有 但政府并不富有 中国虽然老百姓很穷 整个国家很穷 但是政府不穷的 那个奢华我看得有点心寒 3分44秒用了50亿 那里面应该也有我的钱 也有网友说 今天 耗资千亿装修的青岛 将近接待几位客人 50亿的灯光和烟火 将为他们绽放 10万警察将为其护航 南北大菜等着他们品尝 半径300公里以内的企业停产 数百万工人 至少7天无经济来源 在此 仅助长和成员诸国元首玩得开心 吃得舒服 看得扬眼 睡得安稳 最后拿得满意 今年市场和组织 扩大成员国数目后首次峰会 八个成员国分别是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基斯坦 塔吉克 哈萨克 吉尔基斯和乌兹别克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说 只要你在某种程度上 默许中共的意识形态 在中共控制的国际市场 可能就会给这些国家一些份额 这些国家都给予要扩展 本国的经济生产力 他们非常清楚 中共是宁可自己的国民进一缩时 也要把这场国际性的会议办得有声有色 不单吃得好 玩得好 会开得好 临走还给每一个国家送上巨额的大红包 中共建政以来 他一贯让自己老百姓给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去买单 还有网友说 无论是北京A-BAC-兰 还是青岛灯光秀 都是一次性的人造盛事 这种劳民商财 根本上来讲还是不自信 张健说 卡偶现在罢工 我们看到很多视频 而且这些视频上面的卡车司机都打出了横幅 标语 提出了十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对中共暴政下这种苛政猛于苦最新的一个诠释 肖先生说 用钱来买支持 现在共产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合法性 国籍上的认可性 他好像街痞 民生很臭 所以他只能用抢来的钱 偷来的钱请狐朋狗友们大吃大婆 说自信 他们真的没什么自信 安徽民众肖先生表示 中共利用各种手段来忽悠欺骗百姓 但是民众已经觉醒 从退伍军人 教师 踏掉司机到卡车司机的大规模抗争 相信不久的将来 各个行业都会起来响应 中国将发生一个大的变革 川金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对记者说 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性命 首尔有2800万人 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民众丧生 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双方签署的一项协议比人们之前想得更了不起 也更全面 在回答有关金正恩使朝鲜民众实不果腹 他残忍对待国民的问题时 美国总统说 制裁非常重要 制裁将持续保留 直到我们看到朝鲜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 直到拆除核武器真正开始的时候 川普有发表误导性言论的习惯 并且有打破常规的潜力 这让外界难以从语言表述上分析会谈结果中 哪些重要 哪些不重要 哪些会让川普和金正恩离各自的目标更近 哪些让他们离目标更单 金正恩的人权记录 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恶劣的 似乎并不是问题 川普甚至暗示朝鲜可能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而几乎就在一年前 美国游客奥托瓦姆比尔去世 死因似乎是在被朝鲜关押期间受到言行拷打 八 如果这次会谈的重点是明显缩短世界 与解决朝鲜危机之间的距离 那么这一幕并没有发生 朝鲜没有采取裁军措施 甚至没有发表相关言论 冻结演习的决定轻而易举就能推翻 会谈远没有对线川普所说的朝鲜无核化的宏伟承诺 但也没有发生分析人士所担心的 川普可能会彻底从韩国撤军 或炮空金正恩的一幕 九 川普在其他地方的外交政策行动 可能会制约他在朝鲜远 下面对此次会谈的十大要点 以及他们的重要性进行简单分析 一 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几乎任何会谈 都会大幅降低意外或无意中引爆战争的风险 哪怕这些谈判目前尚在进行中 战争可能会造成成百上千万人丧生 对话这个简单的动作 会改变朝鲜和美国的行为与看法 大大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 川普和金正恩签署的联合声明中 有礼节性的外交套话 但除此之外都是空谈 在对手之间 这种声明很常见 是为了让谈判继续下去的一种抵押方式 它不解决任何问题 但会让相关国家保持接触 三 随后 川普做出了一个让步 美国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 这个让步的重要意义是实实在在的 但容易 让金正恩得到了一些象征性的 但也颇有意义的让步 应朝鲜的要求 两国及其领导人被描述成平等的对话主体 金正恩从被国际社会唾弃 越声位与抄袭大国地位相当 此次会谈的隆重程度和礼节 有时接近皇室婚礼 因为合法性是金正恩在国内外最大的软肋之一 这种安排对他来说是一份大理 六 美国做出这些让步的代价很小 但这种情况可能只会发生一次 美国从朝鲜得到的回报相对较少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失去了这次让朝鲜做出更有意义的让步的机会 比如部分裁军或侵入室核检查 七 此次会谈给其他敌对国家发出了重要的信号 金正恩似乎通过发展能够抵达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 迫使川普坐到了谈判桌前 被夸大 川普制定了一项被分析人士称作冻结换冻结的政策 即美国冻结演习 朝鲜冻结武器试验 这是为了缓和紧张关系 为更有意义的让步创造空间 尽管并不是所有分析人士都支持这项政策 但这是一种主流观点 算不上激进 四 这项政策的影响本来不大 但现在要加个注解 韩国官员对川普承诺暂停联合军演表示惊讶 这表明川普可能未得到韩国的同意或提前告知 就代表韩国做出了这个让步 韩国领导人可能会放下面子接受这个决定 但川普公开背弃美韩同盟的做法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韩国不能总是指望美国 此时也给朝鲜提供了一个扩大华盛顿 与首尔之间的一切分歧的诱人前景 五 美国对此次会谈的安排 再次会谈的安排 谢谢观看